国际上古董珠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投资领域 对 在欧美比较多 现在亚洲 亚洲才慢慢盛行 很多我们说买这个珠宝的时候 就是在比大科的 或者比GIA的品质 可是珠宝的历史也很重要 尤其是名人带过的 或者是某一个时代 比如说所谓古董珠宝 大部分就是说设计很特殊 不然就是以前像Catia Tiffany 还有一些纽约的这些大的强牌 其实常常是为某一些人定制珠宝 就是像以前它比较多 像皇宫贵族才会有定制珠宝 因为以前的年代 不是一般人可以买得起珠宝 所以大部分都是做定制的 所以它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什么Tiffany的专卖店一样 对 它也许走进去 只有一些普通东西 但是真正的贵族 或家里很有钱的人 他会说 哎呀我要做一个 我家的贵宾狗戴在身上 对 那这样就可以收比较贵的价格 对 素材你算了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天带来这些古董珠宝 要有多久的年份才能算是古董珠宝 差不多是1950以前 1960以前的才算古董珠宝 就是要比我老很多的意思 没有 可是像现在有些拍卖场上 现在有些是1970啊 1990那种也都还是有 因为每一个 这个世界蛮妙的 大概每十年可以归类出一个风格 对 没错 1960时代那个时装就是穿那样 那珠宝就是戴那样 所以古董珠宝没有你想象的 真正的古董那么远 那因为再远之前 那个做工也没有很好 对 那哪一个年代 是你最喜欢的古董珠宝的年代 差不多1950左右 的这个年代是我最喜欢的 你到底是几岁开始认识珠宝的 从小 几岁 讲一个你小时候有趣的故事 十几岁 可能十初头岁 国小国中的时候 就有开始去跑香港啊 或是美国的一些拍卖场 都有去看这样 真的啊 就家族的长辈 就这样栽培你 对 就会一起去看 然后你会不会说 下来啊叔叔啊 我爷爷啊买下来 会不会 我也是你会喜欢啊 那可是就是看每个人眼光 就是训练你的眼光 是 对 所以你看你这样子 应该还未婚嘛 对 大学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 有点像70少年 不用怕 来帮姐姐介绍一下古董珠宝 其实古董珠宝是这样 历史上有两个人 他其实是带来古董珠宝的潮流 但在他那个年代不叫古董 只因为这两个女人很喜欢珠宝 对 第一个就是温莎公爵夫人 对 不爱江山爱美人 可是当然英国皇室 不会接受一个离婚两次的美国女人 可是他这一辈子温莎公爵 不断的在送他珠宝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爱珠宝 他只要收到珠宝他就开心 开心嘛 所以我们要露出 露出也没用 露出送到珠宝开心的样子 对 我老实说 他真的没说多漂亮 他有他的气质在 对 一定有他迷人的地方 像他这一件 他这个荷 他其实他的这个角 是还可以摆动的 对 然后他这是Catia的 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所以是这个温莎公爵去帮他定做的 对 对不对 那他像他这个祖母绿 红宝都蓝宝石 其实跟这个钻石整个搭配起来 他整个是很跳出来那个感觉 所以他讲的是设计 不是在比大科 对不对 比大科就俗气了 对有钱人来说 可是这里也有比大科 而且很大科 对 这是什么 那个是紫水晶 紫水晶 对 所以这不是比昂贵的 这不是比昂贵 他是比他的设计 跟他穿戴出来的一个 是 而且老实说 他的年纪其实真的蛮大的 还比温莎公爵大的 他差不多年纪 好 差不多年纪 你看戴在这里 其实非常优雅 包括穿的衣服 好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等一下另外一位 谁带动古董珠宝潮流 再告诉你 可是我这里有一个资料 真是的 他说 你知道温莎公爵夫人 为什么可以得到温莎公爵 一直送珠宝吗 他告诉所有人说 我爱他 因为他独立 性格复杂到 令人难以捉摸 奇怪 我也很难捉摸 对啊 什么对啊 没有人送我珠宝 奇怪 一个珠宝送给我 我也会开心的 可以自己买 谢谢你 好了 来 来介绍这苍蝇 其实它看起来很像苍蝇 可是其实它是蜜蜂 对不起 对 它是蜜蜂 这怎么回事 这个 它这个是 它上面它身体 这蓝色跟绿色 它是法郎 是法郎烧上去的 是 那它在这个 1950年代左右 它这个东西 它要用法郎烧上去 它的这个立体感 它整个 它可以把它的立体感整个烧出来 那它在现在的工艺 其实是 以现在来说 要烧法郎 比较难烧出像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代生产几支 因为有绿色 蓝色 该不会还有什么红色 像我在拍卖场上面看到 像这样子的话 其实 我觉得应该不超过100支 对 不超过100支 不超过100支 可是 有人会觉得古董珠宝很贵 其实也并没有 其实不会 因为要看那个卖家 它到底是在那种古董拍 珠宝拍卖市场 是用多少价格取得 对不对 它有些其实是 二代 不喜欢这些东西 那它可能不想收藏这些东西 它就拿出来 卖给珠宝商 对 那珠宝商就会把它收 就是欧美的珠宝商 会把它收 收下来 那翅膀那个是钻石吗 对 钻石 那眼睛呢 眼睛是红宝石 连眼睛都是红宝 对 那个时代应该没有什么烧过 对 就是古董珠宝的 很多古董珠宝的好处是在于 因为它以前那个烧的 能力还没有这么 还没有那么强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他们都是没有做过处理 好 这一对非常可爱 1960年 1950年时代的 而且他们当时就是18K嘛 对 18K的 好 来接着 这一支 这一支也是Boschon的 Boschon 它这支手工的工艺很极致 对 因为它是用18K金 卷成麻花卷的感觉 然后再去把它拉出它的那个立体 这一支狗的那个立体感 这也是别针 对 也是别针 其实这个好适合我 就小小支的 别在领子上 对 它平常可以别在那个领子上 那这眼睛是什么 这绿玉水 绿玉水 对 然后它的眼睫毛是钻石 对 然后它的鼻头是黑钥匙 对 我猜这应该是某个人的一只狗 对 对不对 去订做的 订做 也是Boschon的 好 那这一支蜥蜴呢 蜥蜴是Cartier的 Cartier也有做蜥蜴喔 有 这是巴黎工坊做出来的 真的耶 那些Cartier的巴黎 是 那当时这是属于 大量生产的产品 这是定制的 就定制一只小蜥蜴喔 对 因为其实它有一点古埃及风 因为它的上面的石头的香 香的颜色 是比较古埃及风 因为它是用土耳其石 还有碧玺 去香出来那个跳色的感觉 有时候我会看到某些消息就是 早期的珠宝本来就是在 Boschon、Cartier、Tiffany 这些珠宝店定制 因为当时 有能力接受定制的珠宝店 也没那么多 那为什么 我觉得这些品牌 是不是有时候会在拍卖会上 花大钱把它买回去 会 像现在 我可以给你看一个资料 一个很有名的 在前几年才 才发生的事情 你爷爷每天就带你去看这个拍卖会 这一串我认识 这一串我认识 这一串 这一串当时 卖得好贵好贵 卖了 10亿什么 没有8亿台币 差不多 我算过好像连 连那个手续费就这样 对8、9亿 那这个到最后 它最后是被Cartier买回去 这算是Cartier的 可是因为就是这个头 它是做这个头 我记得这是有人送过 给这个女儿的结婚礼物 巴巴拉 巴巴拉 他之前有在美国 有挡过女首富 所以你看 这个翡翠每一颗可以到这个地步 可是像他这个翡翠 其实是无从考核 因为有可能是从中国那个时候 传进欧洲 一直辗转辗转 到最后到了 到了Cartier的手上 然后他就做了这个猪头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翡翠可能不是Cartier的 对 但是帮他做完这个 Cartier帮他做了这个猪头 可是这搞不好是磁吸太厚的 对 他也是一个喜欢珠宝的 因为能够这么绿的是能有几人呢 对 而且它的那个大小非常的大 是 像其实在市面上也很少见 像这么大颗的 对 好 就是后来这一串 卖出了 我看它的起拍价是多少 它没有起拍价 没有起拍价 但是后来卖到了8、9亿 然后是由Cartier公司 自己把它买回去 因为他们本身 他们是欧洲的珠宝商 那他翡翠的东西非常少 他会把所谓他的很稀有的 或名人带过的买回去 对 没有错 好厉害了 好 蜥蜴 我们今天讲的都没有到什么10亿 真的有时候运气好的话 那个十几二十万 几万块 也可能可以买到古董珠宝 我觉得这是气质又不优雅的问题 对